20多万的清卡房车选择性太丰富了 看看这几款有你喜欢的吗 第一款 书新房车闪气德龙底盘清卡 价格24.8万元 这是一个闪气德龙底盘打造的清卡车 它的价格是24.8万 内部空间超级大 那咱们来车内来感受一下到底有多大 这款车总共合在6个人 看这边可以4人座椅 还是这种汽车座椅 那乘坐的舒适度也还不错 整个车的空间感 我觉得3到4个人使用是比较合适的 前方带有一个大的额头床 后方的这里还有一个后横床 那像这种厨房 然后旁边的这个橱柜 微波炉 下方的这个洗衣机全都有配备 那前方这里还带有一台双开门的冰箱 基本上满足我们日常用 肯定没问题 那后方这里还带有一个空间比较大的卫生间 像这个洗漱 做饭全都解决了 三到四口人啊 我觉得这个24万8的这个价格呢 那确实是非常的亲民了 这可能也是因为年底了 这种库存现车 大家懂的 所以价格上是比较有优势的 我觉得你们要想了解的话呢 可以啊 自己来实地探访一下 那这款车动力系统也还可以啊 是2.5P的一台呢 柴油发动机匹配的还是自动的 功率呢是110千瓦 扭矩呢是400牛米 那整款车呢 我觉得它不仅空间大啊 而且储物的地方还挺充足的 像这个冰箱旁边啊 还有后方的微波炉下方啊 啊等等啊 还有车尾啊 它的储物空间都很充足啊 适合那种啊 一出门喜欢带很多东西的人出行 那这款车呢 绝对可以满足多人出行 同时呢还追求啊性价比 第二款 集业房车豪卧底盘清卡 价格24.8万起 我身后呢 这就是一款的豪卧底盘车型 那这款车呢 据说啊 入门级别才20多万 而且呢 它内部空间超级大 你不仅可以呢 增加这种啊 侧拓展 同时你还可以啊 坐上一个升顶的 这样连二层都有了 又变成一个移动的别墅 哎车你别看大啊 当然还是C本驾驶的 咱们一般说的车呢 都是C本驾驶的车型 这款车呢 是一个客户定制的车型啊 那它上方呢 还做了一个这种啊 升顶的结构 那这样的话呢 可以啊 直接实现这个 开始小别墅外出的需求了 那这款车呢 它内部啊 我觉得也挺有特色的 来来来 咱们一起看看 哎这大中午 去把暖风打开了啊 虽然说现在北方有点凉 那咱们现在处于南方的这个位置啊 确实还挺热的 那整款车内呢 大家可以看呢 它其实主打着一个 这个豪华居家风啊 那它拓展舱是没有开启的 但是它虽然没有开启 你们觉不觉得 即使这种啊 拓展舱收尾状态 这个车碰度也非常好啊 那整款呢 对卡座 腿部空间也很充裕 哎这个对象乘坐 绝对不会碰腿 那打开以后 想必就更大了 那这一侧呢 它是一个 可以拓展床板的 这么一个动静床 那可以呢满足啊 一人休息的时候使用 那说到这儿的时候呢 大家肯定已经很好奇了 我身后这边 竟然还有一个门 这空间是不是也太大了 打开这门给你们看一下啊 这门里还套门 其实呢 后方啊 就是除位的空间了啊 这个套的这个门呢 它是它的一个独立的卫生间 卫生间里的空间也不小 哎我站进来 跟你们比拨比拨 你们就知道了 看 是不是看起来挺大的 然后我们把这卫生间的门 能关上平常做饭的时候呢 就可以啊 在这个位置了 那放的还是这种啊 家用的这种灶头 那这边呢 还有啊电磁炉可以使用 那我觉得一般呢 哎对于喜欢这个啊 在外出做饭的人啊 觉得很友好了 哎呦刚才那个车主老哥进来了 把他这衣物放这儿 然后还提醒我们一定这个踏步 要完全出来以后 然后再上人啊 要不然容易这个 哎 对这个机器有些磨损 整个车呢 可以通过这个位置上到二层 看见没有 上面这有一个这个 哎 我就不给你们打开了 因为这个车可能还有一些东西 没有完全装好 那后方的这个额头床啊 这个空间也是贼大的 我觉得这个四口人用 肯定没有问题 而且上方带天台 这出去玩啊 是不是真是绝绝子 那前方这个驾驶室呢 就是这个同好我一致的 这个驾驶空间啊 那整款车呢 也是一个这个自动挡车型 那驾驶的便利度呢 也是比较高的 虽然车比较大啊 我觉得上手啊 应该还是挺快的 那这款车呢 如果说啊 没有这个升顶啊 配置比较基础的 入门版的 应该是在这个24万8左右 那像老哥呢 这个选装的比较豪华 好像是在一个 40万左右的一个价格啊 当然配置不同 价格也不同 第三款 新领航奥林玉兔青卡房车 价格27.98万 这也太神奇了吧 这种布局啊 连我看了这么多年 房车啊 也是第一次见 这车给我最大感受就是 一上车 就可以脱鞋上炕了 这鞋直接放在这底下 而且你们知道 这车有多高吗 好家伙 这里的姚明站了都不紧头啊 2米3 足足的 完全没有虚报 但是外高也挺高的 大概3米2 然后上面呢 从这张踏 还能上到上方这张大床啊 两张大床 然后那个大床里边呢 还带有这种床头柜啊 是不是非常有家的感觉 这车呢 依然合载6个人啊 这是4人对卡座 那是这种啊 乘工车座椅 输入度还是比较高的 那另外一侧呢 就是它的这个 呃 配置功能啊 比较丰富 像这个微波炉啊 双开门冰箱啊 然后下方呢 还带有一个这个洗衣机 大衣柜我也挺喜欢的 看见没有 这么大 边来咱们看一下后方啊 这里边没想到 还隐藏着一个超级大的厨 这厨房 看见没有 这在里炒菜啊 完全可以转身 这边是洗菜盆 这边是一个电磁 后期呢放个卡式螺啊 这样做饭可能更方便 那卫生间呢 也隐藏在这里边啊 你看这卫生间这身腿 这腿也太舒适了吧 上个厕所 我觉得不关门的话都不行 当然如果外面的人不介意的话 这款车呢 就是啊 奥林玉兔啊 来自于兴领行的一款呢 清卡房车 那整款车呢 采用的是2.5T的一个柴油发动机 最大马力 158马力啊 它动力呢 还是比较强劲的 那整个的车辆的外观呢 看起来也是非常的亮眼的啊 那车辆还是挺高的 就是整体还是看起来比较宽大一个车啊 毕竟内部空间也很宽敞 那这款车呢 依然是这个C本就可以驾驶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